大家好,最近是白粉病的高发期,很多朋友问如何防治 今天我来说说我的看法,还有我所用的防治白粉病的方法 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白粉病 白粉病是由白粉菌科的真菌引起的 是庭院里非常常见的植物病害 因为它只生长在叶片的表面形成灰斑 不会破坏大量的细胞,所以不会直接导致植物死亡 但是菌种会吸取植物的水分、养分、阻碍叶片的成长 严重的时候会使植物完全停止生长 湿度高还有不冷不热的中间温度环境是最容易引发白粉病 这也就是为什么夏末是白粉病高发时期 因为这时候夜间温度开始有点转凉了 而清晨气温接近形成露珠的临界点,湿度很高 虽然白粉病通常不会让植物立刻死去 有些植物年年都得白粉病 但是第二年又都好好的回来了 比如我家的勺药,基本上每年都会得白粉病 但是通常我都不大管,第二年它们又都健康的回来了 可是得了白粉病还是会影响植株的健康 特别很多瓜类植物容易得白粉病 如果长久不治疗 植株会逐渐衰败影响收成,所以最好还是提早预防以及治疗 我们先来说说如何预防,然后说说如何治疗 很重要的,预防白粉病的第一点是尽量不要购买容易得病的植株 目前很多植物其实都是已经注明了抗白粉病的,简称为PMR 比如大部分勺药容易得白粉病,所以有很多新品种的勺药都标明是PMR 也就是抗白粉病的,买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还有一个有效的帮助预防的办法是增加植物的光照以及通风 通常我都会把叶子清理掉一些,保证通风,这样生病的几率就降低很多 还有要注意的就是浇水的时候尽量的不要把水浇在叶子上 我们尽可能的把它们浇在根部 另外不要施肥太多,这样会使得植株过于旺盛,叶子太密 也是很容易得病的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总之预防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治疗 现在我们来说说药物的防治 我一共会给大家介绍三种药物的防治 第一种先来看看双氧水 我们都知道双氧水有杀菌的作用 理论上说双氧水超过1%就起到杀菌的作用 我们可以在药店以及Walmart等等地方很容易买到这种3%的双氧水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我配方的比例 作为预防,双氧水和水的比例是1比4 我这里用了8汤勺的水,另外还加了2汤勺的双氧水 每周喷洒一次,连续喷2到3周,目前看效果不错 作为治疗浓度高一点,双氧水和水的比例是1比2 我这里用了4汤勺的水,加上2汤勺的双氧水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一下治疗的结果 这个双氧水不论用于预防或者治疗一定都要现配现用 放到第二天就没有效果了 现在我们来说说第二种方法 这是网上非常流行的一种治疗白粉病的配方 我也试了一下,视频的最后我会给大家总结一下 也有几个实际例子给大家对比一下结果 要注意的是,这里我们说的苏打是baking soda 注意不是泡打粉,也就是说不是baking powder 一定不要用错了 看看网上流行的比例,这一汤勺是15毫升 我们用一汤勺的苏打粉,一汤勺的洗碗液 另外再加上一汤勺的食用油,把它们混合 然后加在一加仑的水里头,把它们搅拌均匀 也是每周喷洒一次,一共喷洒2-3星期作为预防 喷洒这些来预防白粉病的原理是改变页面的酸碱性 破坏真菌生存的环境和条件,使得它们不能繁殖 另外你也可以在Home Depot,Lowes,Canadian Tire等等地方买到这种三合一 这个说是可以治疗白粉病,黑斑病,绣斑病,牙虫,红蜘蛛等等 用之前仔细的阅读一下它的说明书 注意看说明 它说的是一开始有虫害或者病害的迹象就要开始使用 每7-10天用一次,一个生长剂不能使用超过8次 很明显的这里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预防比治疗要来的更重要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如何预防白粉病 那么如果已经得了白粉病怎么办呢 最好的治疗方法第一是把得病厉害的叶子剪掉以免它扩散 这些被剪掉的叶子尽快的要从地里头或者花坛上拿走 以免它扩散和传染 第二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用水冲洗 就好像这样,用力的冲洗 每天冲洗一次,连续冲洗一周,非常的见效 另外我们刚才提到的三合一 或者两款自己配置的药也都可以使用 看看这个三合一 喷的时候不光要喷到面上,反面也要都喷到 这个一定要有点像洗澡那样的喷 这样喷才会起到效果,但是当然对叶子也会有损伤 现在我们来看看两天以后叶子的情况 原来白色的病菌已经变成褐色 病菌没有扩大范围的迹象 但是明显的叶子也受到一定的损伤 我觉得病菌没有扩散就已经达到我们治疗的目标了 已经得病的叶子,想要恢复成原来健康的绿色就不大可能了 可见预防多么的重要 看看这些健康的叶子 是之前喷过那些淡淡的预防药水的 现在看起来效果良好 有一点非常重要一定要记住 不论是作为预防性的喷洒这些药物 或者是作为治疗性的喷洒 一定都不能在大太阳下进行 最好是选择在阴天或者傍晚的时候 如果喷过这些药物以后第二天下雨了 一定要及时的补喷一次 我们自制的两款药水 如果是作为治疗用的话 需要每隔一天喷一次 一共喷三到四次 当然叶子多少也会有一点损伤 要记住的是 白粉病的豹子会在地面过冬 也会隐藏在残枝败叶中 所以过冬之前容易得病的植株周围 地面一定要保持非常的干净 对于我自己来说 如果是像少药这样的花得了白粉病 我只会用清水来冲洗 因为到了深秋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贴着地面剪平 第二年春天它们又会冒出健康的植株来 等到开完花以后 到了夏末秋初的时候 不论你怎么预防 每年都还是免不了会有一些植株得白粉病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水冲洗 冲完以后保持干燥 基本上就可以得到治疗 而且那些叶子由于没有喷掉水也不会被损害 当然这也是个人选择 相对于这些瓜类如果得了白粉病 那是需要进行治疗的 不然的话肯定会减低它的产量 对我家的菜地来说 基本上到了夏末开始得白粉病的时候 瓜的生长期也就差不多了 我会选择不管它们 但是第二年就在这里种其他的东西 不会种那些容易得白粉病的瓜果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就不一条一条的念过去了 我会把这里的总结做成文字的形式 放在视频下方的文字处供大家参考 祝愿大家都有美丽的花园 都有一个丰收的小菜园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